杨幂,娱乐圈当红的女明星,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公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颜值高的女明星,其中就有杨幂,当然Andrew Baby杨颖也在列,只不过她的专业能力不如杨幂,这也是事实 如今杨幂在娱乐圈的发展也算得上是顺风顺水,她从小就开始街拍电影电视剧,在童星时期就和很多大腕大别合作过,再到成年之后的作品《神雕侠侣》及《仙剑奇侠传3》等等,都是很有名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让她的知名度迅速提高,特别是她在主演《仙剑3》之后,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而且每部作品的演技都受到了大众的肯定,所以她能有今天的成就,也属于是理所当然的 杨幂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明星,不但自己的事业很红火,就连她工作室里签约的艺人也被她带得非常红火,比如说迪丽热巴,热巴算得上是杨幂一手捧起来的女演员,可以说,她在看人及签约艺人这方面还是挺有眼光的 而最近杨幂虽然没有什么大作品出来,但是她也没有闲着,新的综艺节目《密室大逃脱》里面,她就是常驻嘉宾,在这档综艺节目里,观众更近距离的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杨幂,这让她又圈了一波路人粉 经常关注杨幂的人都知道,她自出道到现在,发弄几乎是黑色的长植发或卷发造型 在头发上,并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花样,不过不管是黑长植还是卷发,都非常适合她 黑长植显得她尤为文静斯文,而卷发则让她更显妩媚成熟 一直以来,她都没有染过夸张的发色,正因为如此,有些网友就非常好奇染了发的杨幂会是什么样子的,于是万能的网友们便开始扒杨幂的旧照 还别说,真被网友们找着了,这是一张杨幂早期的写真照,整个头发都染成了金色,虽然照片中只有她的一个侧脸,但是能看得出来她依然很美 所以说,她出道那么多年,为什么不染发? 其实也就是因为不管染不染发,对于杨幂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毕竟颜值高才是网道 不过也有很多喜欢追逐新鲜感的网友表示杨幂可以试着多尝试些不同的造型,让大家饱饱眼福,因为一直是黑长植,或者卷发的造型,时间久了的话也是很容易审美疲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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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